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里我将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字典 DICT这个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 好,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基本的数据类型被称作字典 这个是你们字典这种基本数据类型的一些行为 和我们日常中这样的一个查字典去找某一个汉字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拿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 这样一个汉语字典的这样一个拼音 查找方式来做一个类比 让大家先对这个字典的基本概念 好,那么让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是如何通过这样一个汉语拼音 来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汉字的呢 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这个汉语拼音的首字母 然后大家注意听 通过这个首字母再来找到我们所想要的这样一个汉字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代表了这样字典的一个特性 每一组汉字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比如说上面的这个A开头的它们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就是这个A 好,再比如说这个D开头的所有的汉字都有D这个标识 这个就是字典的一个特性 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字典来说的话 它通常都有一个Key 这个Key就是我们这个ABCD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我们也称作关键词 好,那么Winu是什么 Winu就是你这个关键词所代表的相应的数据的值 KeyWinu 我们通常对字典做的最多的一个操作就是通过这个Key关键词 找到这样一个Winu值 这个是我们做的最多的操作 好,然后还是让我们到我们的IDLE里面 我们还是用代码具体的让大家来理解一下字典 好,那么在我们定义字典之前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字典是可以由很多个Key和Winu所构成的 所以说这个字典它也是一个集合类型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并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序列 字典更多的和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样一个Site 可能是很像的 因为字典也是无序的 但是它绝对不是序列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等会儿我们会具体的来说明 好,那么第一字典的最基本的方式 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因为我们说了字典它也是一个集合 所以说它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花括号来第一的 但是不同于我们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Site 或者这样一个第一方式 我们看一下字典是怎么第一的 它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KeyWinu1 KeyWinu2 等等,后面还有KeyWinu3 可以无限的多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字典的基本的定义方式 我们可以把字典的定义方式和我们之前所学习的Site 做一个对比 基本的定义方式是一样的 外面都是用这样一个花括号来把所有的元素给包裹起来 然后不同的元素之间 用这样一个逗号分隔 那么字典和Site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 在于每一个元素的定义方式不同 Site只有一个Winu值 它没有Key 但是字典它除了Winu之外 它还要有一个Key 然后Key和Winu之间是用冒号把它们给分隔开的 好,然后我们可以来写一个具体的字典的示例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随手定义一个字典 第一个KeyWinu1是1和1 好,然后2毛号2,3毛号3 这个就是一个字典 然后我们可以tif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我们所说的DICT类型 好,是的,DICT 好,那么我们上面写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字典 因为它满足我们定义,对不对 但是这个字典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写一个有意义的字典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示列来了解一下 到底什么情况下面比较适合用字典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列表的时候 给大家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看一下,这个例子就是用列表来表示这样的一个RPG游戏里面的四个技能 但是我们现在考虑一种情况 如果我现在要释放一个技能的话 我们必须要按我们键盘上面的某一个字母,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标识出来的,对不对 四个技能,每一个技能对应着一个字母 一旦我们点击某一个字母之后 就将释放某一种技能 好,那么我们现在用字典来表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字母和技能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IDLE里来 好,那么我们当时表示四个技能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列表形式的一端 那么我们现在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按键 那么这个列表它就不太适合来表示这样的一个按键 加技能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里面的关系了 好,那么我们用什么来表示比较合适 这个时候我们的字典就非常合适 那么我们对我们现在这个列表做一个改造 首先我们把它给切换 搞我们的字典的这样一种形式来 把这样一个中括号改成花括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相当于只有我们的keyValue里面的Venue就在 那么我们还要加入这样的一个key 好,key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说了key和Venue之间用冒号连接 好,那么星月打击 它的这样的一个快捷键或者是字母按键 它是Q 这个我们就表示麻了 好,然后依次我们在这个每个的后面 加上这样的一个字典的key 好,keyW 好,这个快捷键是E 然后是R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技能加技能的按键 用字典的形式给表述出来了 那么字典的定义我们学习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字典的相关操作 那么我们可以试用我们的序列的通用访问方式 这个下标序号来试着访问一下我们的字典 可以吗? 不可以 它肯定会爆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强调过了 这个字典它不是序列 它的每一个元素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下标标识的 它也是无序的 所以说我们说字典和我们的集合的一些行为 sine 集合的行为很像 但是它不是序列 而且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字典的访问方式 还是如同我们序列一样 用这种下标所影的方式来访问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字典还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字典的正确的访问方式 记不记得在我们课程刚刚说的 我们字典最重要的也是经常需要做到一个操作是什么 我们再重复一下 通过p来得到 或者是说来访问 这个venu 这个操作是字典最重要也是最常用的操作 好,那么所以说字典的正确访问方式 应该是 我们来复制一下 通过key来访问 比如说我现在要释放我们的这个技能心悦打击 那么我应该用这个key来得到心悦打击 好,我们运行看一下结果 心悦打击 看见没有这个技能我们成功的释放 好,那么同样你也可以把这个key换成r 那么r将得到r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venu 越神从此 好,那么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会有提问 通过这个key来获取venu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假如说我们的字典里面存在着相同的key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这样的一个q 那么这个时候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是我说的 多试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把w改成q 这个时候我的字典里面有两个相同的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访问q看一下 它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好,我们回去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得到的是这个昌白之铺 好,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起来 这个字典的曲直访问没有出错对吗 但是字典有一个特点这个要记住 字典里面是不能够有重复的key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一下 好,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这里有两个q对不对 好,实际上我们回车直接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第一个q已经不在字典里面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加入两个q之后 由于第一个q心愿打击被取消了 所以说你访问q的时候将得到的是昌白之铺 大家记住了字典是不能够有相同的键 千万不要被上面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没有报错而迷惑 没有报错并不代表着说这个字典可以有重复的键 好,让我们换一个新的idl1 然后我对这样的一个字典做一个改变 我把昌悦打击的这个值所对应的这个pin 换成这样的一个数字1 然后我把这个昌白之铺 它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pin 换成这样的一个字符串1 好,那么在我们运行这段代码之前 我们首先要提出两个问题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之前所举的字典的例子 不管是key还是keyvenue都是字符串对吗 我们可以看到字符串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字符串是不是就意味着说 我们的键和值都只能是字符串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了字典里面是不能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的key 对吗 好,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数字1 和这个字符串1 它们是相同的key 这两个问题大家思考一下 那么我们直接来运行这段代码来看一下结果 我们可以看第一 首先它没有报错 好,第二 这个昌白之铺和这个星月打击 它并没有像我们刚刚的两个Q那样所看到的 其中的一个被删除掉了 好,通过这两个线上可以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第一 这个字典的键不一定非得是字符串 它也可以是数字 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 等会我们会总结一下这个键和键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好,第二就是这个数字的1和字符串的1 它会被识别为两个不同的key 它不会被识别为同一个key 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那么我们上面对这个字典里面 它的这个venu所能选取的Python的数据类型 以及它的key所能选取的数据类型 做一个总结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典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 我们首先来说这个字典里面的venu venu你可以取这样的一个pass里面 任意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 包括但不限于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这个str 还有这样的一个int,flot 然后以及我们所说的list,sint等等 甚至这个venu本身还可以是一个dict字典 好,那么关于这个字典的venu 还可以是一个字典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示例 我们把上面这个字典给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e月之降临 我们改一下 我们把它的这个值再改成一个字典 好,随便写一个简单的字典 一和一,这样的一种形式 它同样是一个字典 我们再看一看 dict并没有报错 并且显示出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好,所以说字典的venu 在python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几乎可以是python的任意的一种数据类型 但是key不能够是任意的类型 我们的字典的key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好,我们看一下key 它必须遵循一个什么原则 key它必须是不可变的类型 这句话大家要清楚 好,那么关于这种不可变的类型 之前我们讲原主和列表的区别的时候 也给大家简单提到过了 目前我们所学的知识 还不足以帮助我们来验证什么是不可变 但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int类型 它是不可变的 比如说我们的知识串类型 它也是不可变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字典的举例里面 你看这里 我们可以拿知识串来当做key 也可以拿这个数字来当做key 因为它们都是不可变的类型 然后我们来举一个反例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再复制一下 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字典 我把第一个不可变类型 E1 改成这样的一个列表形式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字典更改之后 我们主要把关注点集中在第一个这里 第一个星月打击 它所对应的key是一个列表 然后让我们回撤来看一下结果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它是会报错的 好 那么这里我来提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星月打击所对应的key 不是列表 而是圆组 可不可以呢 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 而且我刚刚也提醒到大家了 大家下去了之后 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圆组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列表不可以 而圆组可以 这个原因大家是一定要清楚的 好 各位同学 那么包括这个字典在内 我们现在呢 几乎把python里面常用的 所有的这个基本的数据类型 都向大家介绍完毕了 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会觉得 这么多的数据类型 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用到 我可能最常用的 就是这个数字 直播串 然后相近的集合类型 我最多用一个列表 是这样的 python里面的每一种数据类型 它设计出来 都肯定都是有一定的使用的场景的 至于说在什么时候 使用什么数据类型比较合适 这个呢 没有什么快捷的学习方法 最好的办法就是 第一 把我们的这些基础的数据类型 牢记于心 把我们的这个基础课程 多看几遍 第二呢 把它记住 记在心里了之后 大家下去了之后 在编程中 多多去应用一下 每一种数据类型 它相关的一些其他的知识点 其实还有 但是呢 我呢 是把我们的这些基础类型里面 最为精华和最为重要的一些特性 挑到了我们的课程里面来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在字典这些课之后 还思考一个问题 空的字典 也就是呢 一个元素都没有的字典 应该如何来定义 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应该记得我们之前 在讲这个sign集合类型的时候 我们说了 空的集合类型 是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滑鼓号来表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样的一个空的滑鼓号 它呢是表示字典类型的 并不是用来表示其合类型 所以说呢 空的字典 应该呢是用这样一个空的滑鼓号来表示 这个小的支持点呢 需要大家知道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看看 特别有意思 第十九 感谢观看